大家好 我是星宇 今天是2月9日星期三 现在为您报导SBS晚新闻 新州审查公立医院判事规定 维州与联邦政府就入境着疫苗要求有冲突 维州议会将调查极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面对无法陪伴临终亲人的家属的强烈反对 当局正在审查公立医院的探视规定 由于公立医院严格的探视规定 一些人讲述了他们亲人孤独死去的故事 新州卫生部长哈扎德一直处于压力之下 哈扎德表示 在对家庭寄予同情和保护其他病人不受新冠影响 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很是困难 周三他对媒体说 我正在于新州卫生部医生和护士一起制定一套指导方针 希望能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确保人们能得到同情心和关怀 他说每年大约有250万人在该州医院系统接受治疗 所有病人的福利都必须考虑在内 新州已经有1600多人死于新冠 超过100万人感染了新冠 在一些医院 新冠疫情曾大规模地爆发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周二表示 访问该州的海外游客将需要接种三剂疫苗 联邦和维州政府似乎对重新开放国境的计划存在分歧 联邦政府指出这加剧了不确定性 联邦政府计划从2月21日起向国际游客开放国境 这是两年来的首次开放 以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 这意味着已经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的海外游客 届时将可入境澳大利亚 但安德鲁斯在周二表示 进入维州的国际游客 可能必须遵守适用于本州居民的规定 这些规定要求前往招待场所和重大活动的人 必须接种两剂疫苗 外加一剂加强针 联邦财政部长伯明翰表示 安德鲁斯正在加剧不确定性 应该重新考虑 因为该州可能会错过这些旅客将带来的经济增长 在最近极端主义和新纳粹组织进入公众视野的情况下 维州议会于周三批准了一项调查动议 将正式调查该州极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 以及其对多元文化社区构成的风险 去年 极右翼极端分子渗透到墨尔本的反疫苗和反对大流行病法案等的集会中 专家表示 极右翼极端主义分子试图利用社区中围绕新冠疫情的愤怒和不确定性 此外 当局还将调查这些极端主义团体对维州人 尤其是多元文化社区构成的风险 潜在暴力 他们的招募和沟通方式 以及当局将可以采取何种措施去进行应对 调查还将涵盖新冠大流行如何影响这些极端主义团体的发展 以及他们与其他形式的极端主义和反疫苗 发布错误信息团体之间的联系 报告将于5月31日之前提交 最后 我们来关注明天全国各主要城市天气 珀斯 炎热晴朗 最高温度39度 阿德莱德 局部多云 最高温度26度 墨尔本 局部多云 最高温度23度 霍巴特 局部多云 最高温度22度 坎培拉 局部多云 最高温度30度 悉尼 晴朗 最高温度31度 布里斯班 晴朗 最高温度31度 达尔文 晴建多云 最高温度33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SBS网新闻 想要收听更多内容 可以下载SBS电台应用程序 或登陆我们的主页 sbs.com.au前写杠 Chinese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